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琉璃王屠杀释迦族人的前因后果 从前 释迦佛陀在设位国时 波斯尼王的次子琉璃 于二十岁时领兵将父王罢黜 并且杀死了兄长齐陀太子 自立为王 有一恶臣名为耶利 告诉琉璃王说 大王 当初您身为皇子 到加皮罗魏国学习 曾受到世家族人的辱骂 那时 大王曾发誓说 若当上国王必报此仇 现在 我们兵强马壮 正是报仇的时候 于是 琉璃王在恶臣的宁言武力下 便带兵攻伐 贾皮罗魏国 佛陀听到消息后 虽然知道 这是加皮罗魏国人民共业的果报成属 但为了祖国人民 他还是想要刻尽心力 于是 琉璃王军队 并且刻意在路边一棵枯树下静坐 琉璃王远远地就看见佛陀 心中 虽然百般不愿 还是勉强下车顶礼佛陀 琉璃王问道 佛陀 这前方不远处就有枝叶繁茂的大树 可以为您遮阳蔽日 为何您要选择在这棵枯树下打坐呢 佛陀回答 你说的没错 但是 亲族之印 更胜鱼印 琉璃王听出佛陀的弦外之音 深受感动 心想 以前国与国争 只要遇到沙门 就会退兵 何况 今日是遇到佛陀 琉璃王因而带兵回国 就这样连续三次 只要琉璃王准备带兵攻打加皮罗魏国时 途中 一定会遇到佛陀端坐在枯树底下 所以 琉璃王都只好下令回兵 但是 到了狄四度出兵时 佛陀知道 释迦族共业的果报是无可避免 所以 也就不再阻止 他对加皮罗魏国的人 因不懂得忏悔觉悟 而招感今日的劫难 身表惋惜于怜悯 木剑连尊者听到琉璃王 又急兵要去攻打加皮罗魏国 怜悯那些即将受害的人 于是 向佛陀秉白说 现在 琉璃王要去攻打加皮罗魏国 我希望 以四种方便来救护加皮罗魏国的人 一是 将人民安置于虚空中 二是 安置在大海中 三是 移置两座铁围山之间 四是 安置到他方大国中 令琉璃王不知他们的去处 佛陀告诉木剑连尊者 虽然 你有神通力 可以安置加皮罗魏国的人 但众生有七件事 是无法逃避的 就是 生 老 病 死 罪 福 和姻缘 所以 即使你欲以神通力 解救加皮罗魏国的苦难 他们还是 无法逃脱 过去所种下的罪业 木剑连尊者 听了佛陀开示后 还是不忍加皮罗魏国的子民 受到迫害 于是 运用神通力 将一些精英放至波内 举至虚空当中 希望能帮助他们躲过此难 后来 琉璃王攻伐加皮罗魏国 残杀了三亿人民 战争结束后 木剑连尊者前往经社 告诉佛陀 当琉璃王攻打加皮罗魏国时 弟子成佛威神力 将加皮罗魏国精英 安置于虚空当中 解救了他们 佛陀问木剑连尊者 你已经去看过波中的人吗 木剑连尊者回答 还没有 于是 佛陀说 你先去看看他们吧 木剑连尊者以神通力 将波取下 看到里面的人全已死亡 不胜悲弃地告诉世尊 波中之人均已殆尽 我虽欲以神通力救护他们 任无法免除他们的宿世罪业 佛陀慈悲地告诉木剑连尊者 久远以前 有一个村落 村中有个大池塘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 一天 村里人决定 将池中的鱼捞进吃掉 所以全村 不分男女老幼 都聚集于池边捕捉 有一个小孩 本性善良 虽不吃肉 但见到活蹦乱跳的鱼儿 便顽皮地拿着棒子 朝最大的那条鱼头上 敲了三下 当时的大鱼 就是现在的琉璃王 他所带领的军队 就是当时的鱼群 捕鱼的村人 就是现在的 释迦族 而那个顽皮的小孩 就是佛陀的前世 虽未吃鱼 却也因敲鱼头的果报 而头痛三天 说完这段前世因缘 佛陀告诉大众 生 老 病 死 罪 福 和因缘 这七件事 即使是佛陀 菩萨圣众 隐形分身 也都无法逃脱 并说济言 非空 非海中 非隐 山 石间 莫能 于此处 避免 宿恶殃 众生 有苦恼 不得 免劳死 唯有人智者 不念 人 非 恶 世尊说完此迹 坐上无数听众 因听闻佛所说之 无常法要 深感悲欺 各个专心思维 佛陀的开示 不久 即正德 虚陀还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